第四届南投巧克力咖啡节 由副县长王瑞德与立鬼马文君 曼玉珍 副议长潘玉泉 议员郭昌 林芳渝 陈怡君 苏玉成 王秋淑 广石芳 普林镇长廖志成 国心乡长邱美林 仁爱乡长张芷信 交通部官方署副署长周成章 农业部水保署南投分署长傅桂林 日管署长柯建兴 山山封管处处长曹中游 阿里山国家封管处副处长陈荣卿 以及都会正代表旅长 地方观光产业联盟等嘉宾 一同拉开彩球 宣布草咖节正式展开 王福星囊表示 今年南投巧克力咖啡节 共有六大转售区 集聚120家在地精品级 与谷宴级咖啡 估计得奖巧克力 品味南投伴售礼品牌 以及在地美食摊商进驻 还有三场亲人大活动 以及夜间无人街表演等活动 希望借此带定周边观光旅数 等产业发展 鼓励青年 游乡振兴 地方农业 南投发展得更好 咖啥咖啡 巧克力咖啡的恰连法活动 除了让我们全国的乡亲能够利用夏日来这边旅游休息以外 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南投的有产地认证品牌管控非常严格的咖啡向全国的乡亲推销 那也带动周边的旅游 那这一次我们有15大主题 有6个展区 那包括6公顷里面有120家的咖啡跟巧克力的商家 还有我们相关的农特产品 那都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 甚至国际非常有名的 那这一次我们也会有千人手冲咖啡 千人烘豆 主题咖啡 像冠军 以及烘焙 那这些活动 能够带动假日的人潮 那我们期待透过巧克力咖啡节的举办 不只是在现场带来商机 那也希望我们带动周边的观光产业的活动 那最后当然更希望我们全国的乡亲 来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日嘉年华 这个冬吴佳姐 大家来这里喝咖啡 然后吃很多的甜点 还有好吃的巧克力 我相信在这里一定物超所值 然后顺便在这里一定要记得要住三天 美旭假期首日 现场就涌现人潮品尝各式巧克力与咖啡 幸福观光处表示 为增加民众消费力 在整区消费满额668元 即可获得一次抽取永蛋机会 买越多抽越多 有机会抽到各品牌咖啡豆 巧克力礼盒 草咖姐连年礼盒 独家纪念品等优质商品 而在南投品味馆消费满了 加码再赠送 每日限量的紫囊宫容颜纪念币 欢迎全国民众 自即日起到6月16号 一起来普里喝咖啡 煮巧克力 跑温泉 砍花火 体验手冲咖啡的热趣 记者简约龙 葡萄震采访报道